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有请另外一位永远斗志昂扬 永远充满力量的金秀红老师金秀红主席上台会带大家致辞 首先在一个荒凉的大沙漠中 能够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在这里发讲 这绝对离不开我们陈文明老师和很多的义工的血和汗 我们首先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个自由雕塑公园是对中共的一个威胁 当人们经过这个高速工作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看到闪光的六四二字 是共匪怕他 所以那里的夜明灯被一群共匪的走狗打破了 有一些东西也被他们破坏了 但是我们反对中共和中共抗衡的决心毫不动摇 这也是为什么由这个公园和洛杉矩平台为主的这些组织 坚持发奖给优秀的民主运动的战士们 以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奖仪式 已经是第八年了 第八次了 在这么多的年月里 陈文明老师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月月 他不能像很多人一样 安安静静地在家里舒舒服服地 而是在暴烈的阳光下 在风尘瀑布的地方 度过了度过了他的每一天每一夜 今天我们能在这里有机会 向我们经过风风雨雨 学一伙的考验的英雄们 向他们颁奖 这是我们的荣幸 也希望他们的反对共匪独裁 专制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我们绝对不会被中共的威胁和破坏所吓倒 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 中国民主运动的实实在在的坚强的信心 要和中共奋斗到底 我们一定要打倒中共独裁统治 彻底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 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 实实在在当家作主的 有权力投票 有权力说话 有权力推翻一个 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反动政权的一个民主国家 谢谢 好